第761章 混账 你在做什么 云青书梅有立刻离开天成世界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陆成 他很想知道 陆成身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居然连他来自上古纪元的事情都知道 对于陆成和云仙仙发生的那些事情 虽然云青书内心还是有一些隔音 但是他已经决定容忍 允许云仙仙这个次身和陆成在一起了 再者 云仙仙这个次身都已经被破了清白 他总不能够还回收云仙仙 和他融合成一体吧 要是和云仙仙融合 那他岂不是也等于被陆成这个混账给破了身子 尽管纵容陆成和云仙仙 会让他的主体也受到一些影响 比如 陆成和云仙仙亲密的时候 他也能够感受到 不过他到时候会想办法将这些影响消除掉 只要他境界进一步提升 就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期间 他让云仙仙尽量不要和陆成做那种事情就好了 被红着眼睛的云仙仙 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神问 一时间陆成变得有些兴奋 感受到陆成的异样后 云仙仙脸上的表情更加冷漠 云清书自然明白 陆成这是在对自己不敬 将云仙仙的身体当成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才这般兴奋 随即云清书操控云仙仙的身体起身 想要摆脱陆成 结果刚抬起玉手 想要推开陆成的胸膛 结果陆成直接扣住云仙仙的玉手 将他的玉手压在了云仙仙的头两侧 并且用力压着他 云清书呵斥道 混账 你做什么 陆成没有理会云清书的呵斥 而是开口回答刚才云清书的那个问题 我其实也来自上古纪元 只不过我的记忆大多数都被封存了 所以我不知道上古纪元发生了什么 不过随着我实力的不断恢复 记忆的不断苏醒 我相信我很快便拥有上古纪元的所有记忆 听到这话 云清书陷入了沉默 从他读取到的云仙仙对于陆成的记忆来看 陆成这个人确实身份有些神秘 他也绝对不可能仅仅只是神武大帝的儿子 这么简单 所以陆成很可能说的是真的 他和自己一样都来自上古纪元 并且 这个家伙在上古纪元时就认识自己 所以他在记忆恢复一些后 就将云仙仙当成了自己 然后以为自己也失忆了 就趁机霸占了云仙仙的身体 这家伙 就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好色之徒 要不还是干脆将他杀了算了 就在云清书这么想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若是陆成真的来自上古纪元 并且还真的认识自己的话 那他很可能就是 若真的是那个人 云清书突然愣住了 如果陆成真的是那个人 他 就在云清书愣神之际 陆成已经开始动作起来 云清书瞬间回过神来 他恶狠狠地看着陆成 不可能 这个混账不可能是他 他记忆中的那个男人 对女色可没有丝毫兴趣 不像这个混账 在这重情况下 还在做那重事 云清书冷哼了一声后 直接将自己的神识收了回去 避免自己被陆成影响到 当云清书的神识 离开云仙仙的身体后 云仙仙再次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看到陆成正在奋力动作主 瞬间就明白 刚才自己的师尊跑来了 一时间 云仙仙内心感到无比的不舒服 就在这时候 他突然挣脱陆成的双臂 然后搂住陆成的熊腰 直接翻了一个身 将陆成给压到了身下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陆成正了正 他没有想到 云仙仙在被封闭了 全身灵力的情况下 还有这么大的力气 当云仙仙翻身后 居高零下地俯视着 陆成英俊的脸庞 陆成还没有回过神来 云仙仙就突然动作了起来 这 这让陆成更加惊讶 陆成正想说什么 云仙仙上半身又俯身下来 直接堵住了陆成的嘴巴 然后云仙仙就开始主导这一切 看起来就好像 是他在折腾陆成一样 很快 陆成就想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云仙仙显然是吃醋了 吃他师尊的醋 所以 他才会这么主动 做出这一切 他做这一切 就是表现给他师尊看的 毕竟他是他师尊的分身 他现在做的事情 他师尊肯定也能够感知到 想清楚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后 陆成坦然接受了云仙仙做的事情 既然仙子主动了 那他知父则享乐就行 云仙叔的神识收回去后 就立刻感知到了云仙仙的情况 并且他也发现了 这次并不是陆成对云仙仙做什么 而是云仙仙主动对陆成做那种事情 云仙叔柳眉一皱 自己的这个分身 真的是越来越脱离自己的掌控了 吃自己醋就算了 居然为了气他这般遭见自己 云仙叔冷哼了一声 随后开始打坐修炼 努力控制自己体内躁动的灵力 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虽然云仙叔认为 云仙仙在遭见自己的身体 但是此时的云仙仙却完全不这么想 虽然他内心确实是有一丝报复的心理 但是他此时的感觉却无比的畅快 这让他有一种掌控陆成的感觉 过去他都是被动的一方 虽然也能够享乐 但是他心里总感觉缺少一些什么 如今他变成主动了一方 他就彭扶将陆成控制在自己的身下 陆成就好像成为了他一个人的男人 这种心理上的快乐 是过去他从未有过的 陆成也看出了云仙仙的想法 他也没有阻止云仙仙 任由云仙仙乱来 紫阳事件 黑月城 傍晚时分 陆成的傀儡和季秋玉 正在沿着城墙巡视柱 陆成的本体现在只是躺在床上 任由云仙仙欺压 所以他就腾出了一些精力 来操控傀儡 就在这时候 一个士兵突然对季秋玉说道 城主 不好了 魔器又开始汇聚了 听到这话 季秋玉和陆成同时扭头 看向蜂魔禁地 发现蜂魔禁地的上空 果然开始凝聚浓厚的魔器 季秋玉皱着眉头 不解地说道 月亮都还没有出来 怎么魔器这么快就开始凝聚 通常情况下 只有月亮出来了 蜂魔禁地的魔器 才会开始凝聚 魔潮才会向外面扩散 现在太阳都还没有落山 那轮火红的大太阳海挂在天边 季秋玉回过神来后 对城墙上的士兵们说道 注意警戒 第762章 陆成 你觉得那是天魔吗 季秋玉一声令下后 他的副将迅速开始活动了起来 很快 黑月城的士兵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相比教育以前 如今黑月城的士兵 即便遇到魔潮 也没有过去那么紧张了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副城主能够克制魔器 只要有他们副城主在 即便遇到了上次那重规模的魔潮 他们也能够轻松抵御 不过此时的季秋玉脸色却并不好看 他满脸忧色地看着远处凝聚的魔器 以往魔器不会这么早就开始凝聚 而且今天魔器的凝聚速度显然加快了 这才刚才开始 魔器就已经变得这么浓厚 蜂魔镜地内的半边天空 都已经被魔器遮盖 蜂魔镜地内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不会是天魔破除封印了吧 想到这里 季秋玉内心更加的忧虑 过了一会儿后 蜂魔镜的开始动荡起来 连同黑月城也受到了影响 整个黑月城也跟着颤动 就彭扶蜂魔镜的出现了 什么巨大的怪物在走动一样 就在此时一个士兵连忙大喊道 快快看 你们快看 城墙上的士兵连忙朝着蜂魔镜的看去 这一看 让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 一个巨大的身体 从蜂魔镜地爬了起来 那个巨人的身体 似乎是融合了蜂魔镜地的魔物构成的 这 这还是季秋玉镇守黑月城以来 第一次看到这么庞大的魔物 以那个魔物的身高 一下子就能够跨过黑月城的城墙 直接进入黑月城 此时 黑月城城楼上的士兵 慌乱成一团 那 那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魔物 那该不会是天魔吧 天哪 天魔破除封印了 除了陆臣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见过天魔 天魔之存在于他们想象之中 在他们看来 天魔就应该身体无比巨大 拥有恐怖的威压 现在蜂魔镜地的那个怪物 在他们眼中就和天魔没有区别 一想到那个巨人是天魔 士兵们的身体都不禁颤抖起来 季秋玉回过神来后 连忙说道 所有破魔剑对准那个巨人 季秋玉内心也怀疑 那个巨人就是天魔 毕竟他也没有见过天魔 一想到天魔破除了封印 季秋玉内心就无比的恐惧 他以前连死都不怕 但是此时的他 却还怕起了天魔 根据历史记载 如果遇到真正的天魔 天魔不仅仅只是杀死修士 这么简单 天魔还会将修士的灵魂囚禁起来 慢慢撕扯灵魂 将修士的灵魂当成 是打牙剂的食物 如果直接死了 灵魂破灭了都还好 不用遭受天魔的折磨 但若是没死透 落到了天魔的手上 那就是生不如死 陆尘此时观察了一下那个巨人 发现那个巨人的身上 却实用有浓厚的天魔之力 但是相较于真正的天魔来说 那个巨人的天魔之力 还算不上什么 很显然 那个巨人并不是真正的天魔 而是天魔用天魔之力 凝聚蜂魔禁地的魔物 构建的一个魔神 天魔大概率 是想要通过控制那些魔物 直接破开黑月城的封锁 然后让魔物扩散出去 就在陆尘走神的时候 一旁的季秋玉问道 陆尘 你觉得那是天魔吗 陆尘回过神来 扭头看着脸色苍白的季秋玉 笑着说道 他身上的天魔之力 和真正的天魔比起来 差远了 听到陆尘的回答 季秋玉愣了一下 陆尘这话说的 就好像陆尘见过真正的天魔一样 不然 他怎么知道那个巨人身上的天魔之力 和真正的天魔比起来 差远了 季秋玉好奇地问道 你见过真正的天魔 紫阳世界就这么一个天魔 并且还被封印在蜂魔禁地 陆尘怎么可能见过真正的天魔 陆尘笑着说道 我确实见过真正的天魔 季秋玉心里一正 随即他继续问道 紫阳世界就只有蜂魔禁地里面有天魔 你怎么可能见过天魔 陆尘说道 具体的原因 等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季秋玉狐疑地看着陆尘 试探性地问道 你不会是魔修吧 陆尘笑着说道 我拥有克制天魔的力量 你觉得哪个天魔敢接受我 让我做魔修 季秋玉心里想了想 好像也是陆尘拥有克制天魔的力量 天魔要是知道他的存在 必然会想尽办法杀了他 怎么可能会让他做魔修 不过这就奇怪了 陆尘是什么时候见过天魔的 难不成 季秋玉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陆尘的本体 已经活了不知道多少岁了 当年封印天魔的时候 陆尘的本体也在场 他侥幸活了下来 所以陆尘那时候 见过被封印的天魔 这么说来陆尘岂不是 和自己祖宗一个被分了 季秋玉立刻阻止自己 继续胡思乱想下去 修真借到屡差个上千岁上万岁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想到这里 季秋玉回过神来 将住毅力全部集中到了 风魔禁地的那个巨人身上 季秋玉随后又小心翼翼地问陆尘 陆尘 这么大的一个魔物 你有把握对付吗 虽然陆尘克制魔器 但是这个魔物看起来就十分强大 陆尘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他也不确定陆尘能不能够对付这个巨人怪物 陆尘淡淡地说道 放心吧 只要这个怪物敢离开风魔禁地 我便立刻出手将它消灭 虽然这个魔物看起来非常降大 但是陆尘也看出了这个魔物的缺点 这个魔物是由无数的魔物拼凑起来的 只要它这个拥有克制魔器的喷 接近那个巨人 那个巨人身上的魔物便会立刻挣扎起来 想要脱离那个巨人的身体 到时候 那个巨人也就解体了 而且它对天魔之力的克制是绝对的 即便那个巨人拥有天魔之力 在藏魔诀面前也没有任何胜算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那个巨人也变得越来越大 魔器也越来越来浓厚 很快 整个黑月城就黑了下来 本来太阳还没有落山 魔器的扩散 直接将夕阳的阳光全部遮盖了 下一刻 那个巨人迈着巨大的脚掌 直接朝着黑月城走来 就在这时 一个士兵跑来季秋玉的面前说道 城主 白统领带人来支援我们了 听到这话 季秋玉冷笑了一声 上次白文斌逃跑的事情 他还记得 在他看来 白文斌现在赶主动来支援了 大概率是觉得有陆臣在 不会有危险 不过不管怎么样 也不管他有什么目的 他来帮忙 那就是为了黑月城 为了大楚王朝 也是为了整个紫阳世界 季秋玉也没有打算将白文斌赶走 第763章 你居然是魔修 白文斌很快来到了季秋玉和陆臣的面前 他面带笑容说道 秋玉 我听说风魔境地有异动 便第一时间就带人来了黑月城 陆臣此时打量了一眼白文斌 白文斌过来的一瞬间 陆臣就从白文斌的身上 察觉到了天魔之力的存在 毕竟他身上有葬魔爵 哪怕白文斌隐藏得再生 他也能够感受到 白文斌身上的天魔之力 陆臣嘴角微微上扬 想看看白文斌打算做什么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陆臣还是直接传音给季秋玉 秋玉 白文斌身上有天魔之力存在 待会儿你要小心他 听到这话 季秋玉心里一愣 他本来还以为白文斌是不死心 所以跑来献殷勤的 没有想到白文斌今天跑来这里另有目的 季秋玉柳眉微微一皱 不过他也没有直接拆穿白文斌 他淡淡地道谢说道 多谢白统领率人之缘黑月城 白文斌咪笑着说道 秋玉 你客气了 咱们之间说什么谢谢 而且要对付魔物 主要还得依靠陆腹成主呢 我们顶多知 能够算是打打下手 陆臣这时候 再次感知了一下 白文斌身上的天魔之力 白文斌的天魔之力 并不是特别纯粹 看样子 不是直接从天魔那里得到的天魔之力 而是有其他魔修 将天魔之力传给了白文斌 也就是说 白文斌的身后 还有其他拥有天魔之力的魔修 而那个魔修 很可能就是天魔的模式 白文斌话音落下 远处巨人的速度便开始加快 只是片刻的功夫 那个巨人就离开了蜂魔禁地 朝着黑月城走来 季秋玉立刻对士兵们说道 放箭 随即无数的黑金箭 朝着那个巨人射去 然而 当黑金箭射到巨人的身体上面 顶多知师茂一小团白烟 而巨人看起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他继续迈着不子朝 黑月城走来 看到这一幕 那些操控工程母的士兵连忙 放巨箭对付巨人 然而 即便黑金箭的变大了 对那个巨人 也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此时 巨人的身上 已经插满了黑金箭 但是巨人 还是继续朝着黑月城过来 不过好在巨人 并没有展开任何攻击 知识不停前进 没多久 巨人就来到了黑月城外面 这时 巨人突然停了下来 如同灯笼一般的巨大眼睛 在城楼上面扫梁着 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忽然间 巨人的目光落到了陆成的身上 随后他抬起巨掌 直接拍向了陆成所在的位置 见这个巨人 居然是冲着自己来的 陆成倍感疑惑 自己什么时候 得罪了风魔禁地的天魔 想到这里 陆成瞬间反应过来 他两次送傀儡来紫阳世界 都经过了风魔禁地 并且两次都戏弄了一下 风魔禁地的天魔 那天魔估计已经记住了自己 陆成淡淡一笑 随即握紧手上的黑金剑 一步跃出 直接跳到了空中 一剑斩出 寒冰八级剑 沙纳间 一道磅礴的寒气 从剑中涌出来 瞬间降魔物凝聚的巨人冻住 紧接着 巨人的身体周围 出现了无数的剑气 这些剑气化过之后 被冰封的巨人身体 便出现了裂缝 不一会儿 整个巨人身体就缓缓倒下 直接倒向了黑月城 巨人身体上的那些魔物 也直接倒向了黑月城 看到这一幕 季秋玉柳眉一皱 不好 巨人的身体 早已经超过了黑月城的城楼高度 这么一倒下来 不知道有多少魔物会 直接落到黑月城城内 季秋玉立刻大喝一声 准备战斗 城楼上的士兵 赶紧不停拉弓射箭 将那些掉落的魔物 杀死在空中 但是魔物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看到漫天的魔物 陆成不禁心想 这该不会是天魔的计划吧 故意用天魔之力 将魔物给凝聚成一个巨人 等那个巨人被击溃的时候 巨人倒下来 直接就到进了黑月城内 城墙也就没用了 不过 想这么越过它 直接进入黑月城 还没有那么容易 陆成随后再次一步跃起 又一次跳到了空中 寒冰八极箭 这一次陆成使出了 傀儡分身所有的灵力 一时间 黑月城的上空 都弥漫着冰冷的寒气 这些寒气 直接将巨人身上掉落的那些魔物 全部都给冰冻了起来 下一刻 八道剑气 从那些冰冻的魔物身体掌握 瞬间将那些魔物的身体 变成了冰炸 当陆成解决完那些魔物之后 傀儡身体的灵力 基本上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虽然傀儡拥有它大部分的力量 但是傀儡离离开本体太远之后 傀儡是无法从本体获得灵力的 只能够通过傀儡本身吸取灵气来补充 看到陆成的傀儡身体 从天上直接掉了下来 陆成飞去 然而就在此时 白文斌的身体突然散发出浓厚的魔气 他周围的那些黑月城的士兵 瞬间就变成了一团血物 紧接着 白文斌手一挥 一道魔气 直接将季秋玉的身体给击飞出去 而白文斌则一步跨出 冲向了陆成的身体 季秋玉撞到城墙上后 吐了一口鲜血 随后说道 白文斌 你居然是魔修 白文斌一边朝着陆成的身体飞去 一边大笑着说道 总算是让我等到了这个机会 今日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就在白文斌的靠近陆成时 白文斌一爪伸出 直接掐住了陆成的脖子 不过他并没有 立刻杀了陆成 而是大笑着说道 敢抢我的女人 今日我便让你 体会一下魔气失魂的痛苦 说话间 白文斌直接是放身体的天魔之力 眼看着天魔之力 就进入了陆成的身体 陆成却依旧没有挣扎 这时候 陆成突然拿出一块令牌 立刻催动了令牌 他只是一具傀儡分身 死了也就死了 但是待会儿他不在以后 白文斌很可能会对季秋玉出手 所以还是找个帮手 来比较好 白文斌察觉到陆成的小动作之后 连忙一掌拍出 想要将陆成手上的东西轰碎 但是他的魔气 却并没有击碎那块令牌 与此同时 血红方总部 荡男公轻雅 感受到方主令的灵力波动后 立刻使用传送法阵 直接前往了黑月城 然而 他刚到黑月城 就看到被白文斌抓在手上的陆成 整个人爆炸开来 爆炸的光波 瞬间将白文斌笼罩其中 第764章 本尊可没有给怪物荡狗的嗜好 天成事件 黑龙城皇宫 此时的云仙仙 还在忙碌着 即便他此刻 已经全身无力 但是 他也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 他要报复主身 让主身明白 他的身体 已经交给了陆成 不是他想复身 就能够复身的 不过就在此时 陆成伸出双手 揽住了他的柳腰 不让他继续乱来 云仙仙缓缓抬起头 注视着陆成的双眸 你 你这是做什么 陆成淡淡一笑 随后缓缓起身 让云仙仙坐在自己怀中 他一只手 揽住云仙仙的腰身 一只手将云仙仙 帮他制作的两个傀儡 放到了寝宫之中 看到这一幕 云仙仙有些不解 这个时候 放傀儡出来做什么 陆成此时说道 紫阳世界出了点事 听到这话 云仙仙反应过来 看样子是陆成的傀儡 在紫阳世界出事了 云仙仙随后 想要抽身离开 那你先忙你的 时间还很多 云仙仙也不急于这一时 就在云仙仙准备起来的时候 发现陆成的大手 死死地按住了他的腿 让他根本没办法起身 云仙仙搂着陆成的脖子 满脸困惑地看着陆成 这逆途不是有事情吗 怎么还不让自己起来 陆成没有解释什么 他直接朝着云仙仙 给他制造的两具傀儡 灌输灵气 片刻之后 那两具傀儡 就都拥有了阴阳镜的实力 随后陆成操控着两具傀儡 使用移形幻影 瞬间就让他们 来到了天成世界的 戒壁裂缝处 当镇守在戒壁裂缝处的士兵 看到有两个陛下的时候 他们都惊呆了 不过陆成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他留下了一个傀儡 在戒壁裂缝处 然后又操控另外一个傀儡 前往了紫阳世界 此时的云仙仙玉壁 挂在陆成的脖子上 静静地注视着陆成的眼睛 他知道 陆成现在正在操控傀儡 所以他也没有乱动 过了不知道多久 陆成深深吐了一口气 回过神来 看着云仙仙那清冷红韵的御甲 云仙仙问道 好了 陆成淡淡说道 嗯 可以了 说完 陆成就再次躺下 云仙仙注视了一会儿陆成后 再次俯身下来 稳住了陆成的嘴巴 然后继续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 陆成一边享受着云仙仙的伺候 一边操控着傀儡 迅速赶往黑月城 刚才傀儡的自爆 大概率是没有杀死白文斌 而且 白文斌的身后 必然还有其他魔修 所以 他得抓紧时间 前往黑月城 避免季秋遇出了什么事 虽然他刚才已经使用了血红方的方主令 南宫清雅会在第一时间赶到黑月城 但当南宫清雅知道 他已经自爆后 未必会烫浑水救济秋遇 与此同时 黑月城上空 身穿一袭红衣的南宫清雅 悬浮在空中 冷漠地看着那团爆炸的光波 这时候 他身上的血气无比地躁动 虽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通过他身上疯狂涌动的血气 就能够看出来他此刻非常愤怒 他没有想到 这才没多久 陆成居然就被人杀死了 他明明安排了血红方的人 在黑月城保护陆成 怎么还会让陆成遇到危险 那些人都死什么地方去了 陆成一死 他们就再也没有 可以直接克制魔气的方法了 等天魔突破了封印 他们血红房 也要跟着遭殃 一想到这里 南宫清雅 突然就有些后悔 把陆成留在黑月城 若是上次他来黑月城 直接将陆成给带回去 陆成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 世上没有后悔药 现在想 这些也没用了 南宫清雅的红色毛子 扫了一眼那团爆炸的余波 等爆炸的余波散去 全身是伤的白文斌 出现在他视野中 看到白文斌身上 散发的黑色魔气 南宫清雅冷喝了一声 本尊倒是好久没 又遇到魔修了 话音落下 南宫清雅玉手一挥 一个巨大的血色掌印 直接拍向了白文斌 看到天上的血色掌印 白文斌整个人脸色苍白 虽然陆成的自爆 并没有炸死他 但是他已经消耗了大量魔力 现在根本无法抵挡 万法镜强者的攻击 眼看着白文斌就要被拍死了 突然之间 一个音测测的声音 在空中响起 不知道是谁惹了血红方主 这么大的火气 刚来就要杀人 声音落下 一团黑气在空中不断旋转 紧接着 一个身穿黑袍 戴着面具的老人 出现在白文斌的旁边 老人随身一抬 一团魔气涌出 轻松就将南宫清雅的鞋掌烘碎 感受到老人身上的力量后 南宫清雅冷冷地说道 难怪陆成会遇到危险 原来是出现了万法镜的魔修 他就说他在黑月城安排的 保护陆成的人 怎么没有出手 现在看来 那些人大概率已经 被这个万法镜的魔修给解决了 南宫清雅也懒得和魔修废话 他直接调动血气 一指之初 无数血红色的骷髅 直奔那个黑袍老人而去 黑袍老人这时候笑着说道 血红方主 我们同位邪修 何必打打杀杀 说话间 黑袍老人如同枯树皮的大手一挥 一团浓厚的天魔之力涌出 直接将那些血气汇聚而成的骷髅 全部给吞噬了 南宫清雅 顿时柳眉一皱 黑袍老人继续说道 血红方主 你虽然不是魔修 但修行方式也和魔修没什么区别 你的血气 对于我们魔修来说 可没有什么伤害 不仅伤不到老朽 反而对于老朽来说是大补之物 南宫清雅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他心里顿时打起了退堂鼓 如果是阴阳静的魔修 他轻松就能够镇压 但是拥有万法镜的魔修 而且还是拥有天魔之力的魔修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了 本身天魔之力就克制修士的灵力 而天魔又是依靠血气和负面情绪汲取力量 他一个邪修 碰到同境界拥有天魔之力的魔修 可以说胜算非常小 黑袍老人继续说道 血红方主 老朽的主上即将突破封印 再次降临紫阳世界 你既是邪修 可不干脆直接投靠了老朽的主上 成为一名魔修 若是血红方主 接受了老朽主上的天魔之力 以血红方主的修行方法 恐怕不出十年 便能够突破化神境 成为紫阳世界的第一人 南宫清雅冷笑了一声 本尊可没可以有给怪物荡狗的嗜好 他确实是邪修没错 但是他也是有底线的 听到南宫清雅的话后 黑袍老人身上的魔气瞬间暴涨出去 既然血红方主不肯归顺老朽的主上 那老朽也就 就什么 黑袍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南宫清雅 和黑袍老人的中间 第765章 你 你居然没死 看到出现的陆成 除了季秋玉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刚才他们明明看到陆成自爆了 怎么现在还活着 南宫清雅的新红色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陆成 他感受到陆成的境界 似乎已经提升到了阴阳境 自爆不仅没死 反而境界还突破了 这可能吗 还是说刚才陆成自爆之 是一个障眼法 看到陆成再次出现后 白文斌和黑袍老人顿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陆成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他们体内的天魔之力感到十分惧怕 白文斌不敢相信地说道 你 你居然没死 这 不可能 陆成明明在他面前自爆的 身体 都被炸成碎渣了 现在居然又活过来了 难不成刚才自爆的 根本就不是陆成 那如果不是陆成 刚才那个人又是谁 这时候 黑袍老人阴侧侧地说道 看样子你的保命手段不少啊 陆成淡淡地说道 也没多少保命手段 只不过 你们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说到这里 陆成扫视了一眼黑袍老人 下一刻 他的资料出现在陆成的眼前 名字 萧承华 身份 大楚王朝国师 拥有天魔之力的模式 实力 万法进八重 忠诚度 零 看到萧承华的个人资料后 陆成淡淡一笑 继续说道 没有想到 你藏得还真够深的 大楚王朝的国师 居然是魔修 而且 还是一个拥有天魔之力的模式 听到这话 在场的人再次一证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个黑袍老人 居然是大楚王朝的国师 萧承华本人也愣住了 知道他是魔使的人非常少 陆成竟然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身份 他明明已经隐藏了身体 也隐藏了气息 而且他很确定 以前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陆成 为何这个陆成 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来 想了一下后 萧承华还是没有想明白 不过萧承华也懒得继续思考下去 只要抓住陆成 对陆成搜魂 很快他就知道 陆成是如何知道他身份的了 萧承华也懒得和陆成废话 本来他这次来 就是为了来杀陆成的 一开始 他其实也没有打算动手 如果不是他发现了血红方安插在 黑月城的那些保护陆成的阴阳进高手 他也不会出手 他现在还是暴露的时候 不过既然已经被认出来了 暴露了身份 那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下一刻 萧承华身体里面的磨气风 狂涌出 整个黑月城的上空 都被浓厚的磨气笼罩 磨气带来的威压 让黑月城的修饰 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萧承华看着陆成说道 小子 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老朽的身份的 不过 既然你知道了老朽的身份 那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里 说话间 萧承华身上的天魔之力涌出 整个世界就好像是变成了地狱一样 无数的骷髅从地下爬出来 森罗万象 看到这一幕 南宫清雅正打算出手 不过他转念一想 陆成具备克制磨气的能力 而且这家火缸才自爆了 都没有死 他身上肯定还有他不知道的秘密 自己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 说不定 陆成能够压制萧承华这个模式 想到这里 南宫清雅也就没有出手 只是站在陆成的不远处看着 眼看着那些骷髅 就要接触陆成的身体时 陆成抬起右手 剑来 花音落下 城楼上的那些黑金剑 就直接飞向了陆成 以陆成阴阳镜的实力 要同时操控这些剑还是比较容易的 一瞬间 陆成的面前出现了上千柄黑金剑 而其中一柄黑金剑飞到了陆成的手上 随后运转葬魔爵 然后又将身体里面的灵力 灌输进入那些黑金剑 直接一剑挥出 那些黑金剑如同箭矢一样 飞向了地上那些扑上来的骷髅 当黑金剑接触到骷髅幻象后 那些骷髅瞬间就被藏魔爵的灵力 净化成了骨灰随风飘散 萧承华的脸色立刻变得极其难看 他知道陆成的灵力克制魔器 但是没有想到陆成是放出来的 灵力这么克制魔器 陆成之时一招是普通的攻击 就瞬间化解掉了他的森罗万象 这个陆成对魔修 天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绝对不能够让他活着 若是让他继续呈长下去 将来等天魔突破封印后 很可能连天魔都有可能被这个陆成压制 想到这里 萧承华立刻拿出一个旗子 万魂帆 一瞬间 无数痛苦哀嚎声从万魂帆里面传来 紧接着 无数的扭曲的灵魂垮出万魂帆 直奔陆成而来 萧承华冷笑着说道 即便你再厉害又如何 老朽不相信你还能够挡住 这些阴魂的吞噬 感受到那些阴魂散发出来的力量 在场的人一个个都被吓得脸色苍白 那些阴魂的实力几乎都在阴阳镜 这时候 南宫清雅都有些站不住了 若是他还不出手的话 恐怕陆成又要出事了 萧承华拿出来的万魂帆 散发出的接灵气之上的威压 陆成本身也就在阴阳镜的实力 很可能扛不住 下一刻 南宫清雅身上的血气涌出 此刻 陆成看到直奔自己而来的阴魂 依旧没有慌张 他冷静地悬浮在空中 眼看着那些阴魂越来越近 陆成突然握紧手上的剑 身上灵气猛然爆发而出 寒冰八极箭 冰冷的寒气 直接将那些阴魂全部冻住 随后八道剑气 从那些阴魂的身体斩过 那些阴魂直接变成了冰渣 看到这一幕 萧承华笑着说道 老朽的阴魂是杀不死的 老朽倒要看看 你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萧承华万魂帆里面的阴魂 被击碎后 会再次在万魂帆里面重生 只要使用者身上的魔气没有枯竭 万魂帆的阴魂就能够一直再生 直到将敌人给耗死未止 这时候 萧承华的万魂帆里面 又飞出了无数的阴魂 陆成再次汇聚周围的灵气 又是一剑刺出 寒冰八极箭 万魂帆里面飞出来的阴魂 再次被全部冰冻 并且又一次都变成了冰渣 这下萧承华发现了不对劲 随着万魂帆里面的阴魂 被消灭得越来越多后 万魂帆里面出来的阴魂数量 也越来越少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按理说万魂帆的阴魂 是永生不死的才是 陆成看到万魂帆里面的阴魂 越来越少了 便笑着说道 我失 看来你万魂帆里面的那些阴魂 要罢工了呀 居然都不改出来了 第766章 那可是万法禁啊 陆成华音落下 萧承华便立刻检查了一下 自己手上的万魂帆 结果这一检查 萧承华整个人呆愣在了空中 那些被陆成消灭的阴魂 居然都没有再生 而是彻底死去了 所以他万魂帆出来的阴魂 这才越来越少 萧承华有些不敢相信 陆成的灵力 居然还能够进化阴魂 让阴魂解脱 此子今天必须地死 萧承华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随后 他是放出天魔之力 天魔之力 伴随着那些阴魂 化作一个个骷髅 直接冲向了陆成 陆成也不打算继续浪费时间 他扔出手上的黑金剑 让黑金剑悬浮在自己的面前 然后会聚身体里面的灵力 寒冰 八级剑 前面两次都是小打小闹 没有完全发挥出天阶剑法的威力 但是这次不一样 当陆成释放剑气的时候 一时间 整个天空都被冰冻了一样 那些寒气 瞬间笼罩所有阴魂 也将萧承华 给笼罩在了其中 当陆成释放出来的寒冷剑气 接触到萧承华的身体时 萧承华的身体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冰冻 萧承华不敢相信 这些寒气居然能够冰冻自己 他连忙释放出 身体所有的天魔之力 结果那些天魔之力 刚从萧承华的身体里面出来 就好像是遇到了什么天敌一样 直接就朝着其他方向溜走了 不过陆成并没有给那些天魔之力机会 陆成继续催动剑气 一刹那的功夫 那些天魔之力 也被寒冷的剑气冰冻 萧承华咆哮着说道 不 不可能 萧承华话音落下 整个人彻底被冰冻 紧接着 八道剑气 从萧承华的身体穿过 随后 他的身体 直接变成了几大块 看到这一幕的白文冰 脸色变得惨白 没有血色 身体不停地颤抖 那可是万法镜啊 一个万法镜魔修 还是拥有天魔之力的万法镜魔修 竟然 竟然被一个阴阳镜修士 给瞬间秒杀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不仅是白文冰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待了 一个阴阳镜修士 居然能够跨街轻松杀死 一个万法镜魔使 在场的人都怀疑 他们是不是在梦中 尤其是某些曾经看不起 陆成的黑月城士兵们 这下是彻底服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 白文冰猛然清醒过来 他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转身逃跑 虽然他也感受到 陆成体内 已经没有多少灵力了 但是见识过陆成的力量后 他内心已经完全失去了 和陆成战斗的想法 以阴阳镜的实力 就能够斩杀一个万法镜魔修 这样的人 根本不是他能够对付的 不过 即便白文冰已经一时 到了陆成的强大 他此刻想要逃跑 也已经晚了 还没有等陆成出手 一个巨大的血掌 瞬间出现在白文冰的头顶 白文冰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那个血掌 拍成了一团血物 陆成扫了一眼 变成一团血物的白文冰 随后 目光又落到了南宫清雅的身上 见陆成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南宫清雅的郊区 竟然忍不住地颤抖了一下 看到陆成刚才的战斗力后 他内心对陆成 也产生了一丝恐惧 而且 他明显能够感受到 陆成身体里面的力量 刻着他的血迹 也就是说陆成 不仅可以轻易越阶杀气魔修 也有可能越阶杀了他这个邪修 一时间 南宫清雅整个人感到无比地紧张 过了片刻之后 季秋玉飞到了陆成的面前 陆成打亮了眼季秋玉的身体 随后使用轻木长生弓 感受到一股暖流从身体里面涌过 季秋玉立刻对陆成道谢说道 谢谢 话音落下 季秋玉直勾勾地打亮着眼前的陆成 他很好奇 现在这个陆成是傀儡 还是本体 拥有阴阳镜的实力 总该不是傀儡了吧 一想到这里 季秋玉的心脏就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如果陆成来的是本体 那是不是意味着 自己很快就要成为陆成真正的女人了 陆成这时候看向南宫清雅 面带笑容说道 感谢南宫方主 支援黑月城 若不是南宫方主拖住那些魔修 恐怕封魔禁地的那些魔物就跑出来了 听到陆成的声音 南宫清雅这才回过神来 不用客气 即便没有本尊 以陆父成主的实力 也能够轻松应对今天发生的事 南宫清雅明显有些紧张 虽然她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冷漠 但是她说话都已经有些结巴 陆成最后那一招 确实震撼了她 这也让南宫清雅 对陆成的身份越发的好奇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不仅自爆都死不了 反而短时间就将实力提升到了阴阳镜 甚至于还能够以阴阳镜一众的实力 斩杀一个万法镜模式 如果不是青年所限 打死她都不愿意相信 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夸张的越阶杀敌之事 这也让南宫清雅意识到了一点 陆成的身份并不普通 自己可不能够再像上次那样对她了 她不想到时候 也被陆成用杀销成化的那一招给杀死 陆成治好季秋玉身上的伤后 目光又看向了远处的风魔禁地 风魔禁地上空的魔器依旧还没有消散 看起来魔物还在汇聚 陆成的身体瞬间原地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城楼上 紧接着 陆成释放出体内的灵力 一道道灵力波以陆成为中心扩散 片刻的功夫 风魔禁地上空的魔器就变得越来越淡 随着魔器的消散 黑月城再次恢复了明亮 红色的晚霞挂在天空之中 夕阳的余晖映照在人的身上 让人感觉无比的温暖 陆成刚才连续几次使用了寒冰八级剑 整个黑月城的温度都降了下来 那些士兵都被冻得直哆嗦 现在夕阳突然出来了 人们自然也就感觉非常温暖 南宫清雅静静地注视着 站在城楼上的陆成 不知道在想什么 随后南宫清雅也没有和陆成 说什么告别的话 直接离开了黑月城 离开了陆成这个 对于他来说是危险分子的存在 等一切都结束之后 陆成和纪秋玉回到了城主府 陆成刚准备让傀儡回到房间 自己的本体好专心享乐 结果他前脚刚进入房间 后脚纪秋玉就跟了进来 并且从身后抱住了傀儡陆成的腰肢 陆成微微愣了一下 他还以为纪秋玉是在担心他 随后他安慰说道 我不是说过吗 那是傀儡 就算自爆了 我也不会有事 你不用担心我 纪秋玉立刻说道 不是因为这个 纪秋玉的声音很小 他此刻欲夹发烫 内心无比慌张 第767章 你如实告诉我 你的道理是不是很多 陆成有些不解 如果不是因为担心自己 那纪秋玉这么死死地抱住自己做什么 陆成随后继续说道 秋玉 你有什么心事就直接说出来吧 纪秋玉也不再继续忍耐 他用银文一般的声音问道 陆成 你这具身体是你的本体吗 听到这个问题 陆成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他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纪秋玉会表现出这副样子了 原来是怀疑他的本体来到了黑月城 陆成随后说道 我也想尽快来到你的身边 只不过很可惜 这具身体也不是本体 这是一个傀儡 听到陆成的回答 纪秋玉心理疑症 他还以为这具身体这么强大 轻松就能够杀死一个万法径的模式 必定是陆成的本体无疑 他都已经做好了 今晚就失身的准备 结果陆成告诉 他这只是一具傀儡之身 这怎么可能 有这么强大的傀儡之身吗 纪秋玉随后说道 我不信 你的傀儡怎么可能这么强大 说话间 纪秋玉的御手就挪动到了陆成的肚子上 并且不断往下 陆成有些无语 他好像还是第一次遇到 在没有被自己吃干抹尽的情况下 还这么主动的女人 纪秋玉怎么比他都还要主动 这其实也不能够怪纪秋玉 毕竟他们都已经确定关系这么久了 而且两人经常搂抱在一起 虽然这是搂抱的他的傀儡 但是他总是下意识地操控傀儡 在纪秋玉的身上乱来 纪秋玉早就已经无法忍耐了 所以当纪秋玉发现 陆成来的有可能是本体后 内心才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陆成此时操控傀儡 抓住了纪秋玉的御手 没有让他继续乱来 随后他扭头注视着纪秋玉 那张修红的御戎接着说道 秋玉 我比你更加想要跟你在一起 只可惜我现在确实不是本体 我的本体还在修炼中 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来到黑月城 注视着陆成的瞳孔 纪秋玉微微愣了愣 陆成的眼神不像是在说谎 纪秋玉顿时感觉心里无比的失落 他还以为自己 今天就可以和陆成结位真正的道理了 没有想到陆成来的依旧不是本体 纪秋玉说道 你的傀儡都有阴阳镜的实力 那你的本体岂不是更加强大 你是化神镜修饰 陆成笑着说道 那倒不至于 紫阳世界到目前为止 可没有化神镜的修饰 纪秋玉心里一想 觉得这是 紫阳世界若是出现了化神镜的修饰 天机阁估计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不过话说回来 天机阁说不定有化神镜的修饰 纪秋玉扫了一眼陆成 随后再次否认了 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 陆成一看 就不像是天机阁的那些老古董 陆成这家伙 本体不在这里 还用傀儡对他身体乱摸 天机阁的那些老古董对女色 都没有兴趣 他们应该还不至于做这种事 陆成这时候 拉着纪秋玉的手 然后反过来抱住了纪秋玉的身子 并且朝着房间的软榻走去 来到软榻后 陆成先坐上软榻 随后他将纪秋玉的身体 放在了自己的腿上坐着 紧接着 他在纪秋玉的耳边继续说道 秋玉 我刚才算了一下 不出三年 我应该就会来黑月城 听到这话 纪秋玉愣了一下 三年 对于他一个修士来说 三年时间可以说非常短 有些修士一闭关就是十年 三年时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纪秋玉微微扭头 注视着傀儡陆成的眼睛 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陆成说道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不出三年 我的本体必然会来黑月城 如今 玄月宫的真正公主 已经来到了天成世界 陆成相信 过段时间 他便能够攻略云青叔 就算没有让云青叔 变成自己的女人 也能够让云青叔 对自己充满好感 等解决完玄月宫的事情 他就立刻带着 黑龙圣地的那些弟子 进入紫阳世界 到时候 他再顺手 将那个封印在 封魔禁地的天魔给 处理了 陆成想了一下 应该是用不到三年 听到陆成的回答后 季秋玉内心有些微微地激动 三年 还有三年 还有三年 他就能够成为 陆成的真正的道理了 就在季秋玉走神的时候 陆成突然说道 对了 我将传授你两门功法吧 季秋玉好奇地问道 什么功法 季秋玉话音刚落 傀儡陆成的额头 射出一道金光 随后清木长生弓 和藏魔爵的功法内容 出现在季秋玉的脑海之中 当季秋玉 看到这两门功法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愣在了陆成的怀中 季秋玉小嘴微张 瞳孔收缩 满脸的震惊之色 一个能够抑制摩修的功法 一个是圣阶的功法 修炼到圆满 甚至能够让人起死回生 这 这怎么可能 紫阳世界什么时候 出现了这么强大的功法 尤其是清木长生弓 他听都没有听说过 天机阁好像也没有 这么逆天的功法吧 过了不知道多久 季秋玉才回过神来 他的注意力 集中到了藏魔爵上面 他一开始选择陆成做道理 其实就是想要能够克制魔器的剑法 不过现在看来 陆成能够克制魔器 依靠的并不是什么驱魔剑法 而是这门鸣未葬魔爵的功法 自从陆成对南宫清雅 说他是因为特殊体制 所以才克制魔器后 他其实就再也没有 惦记陆成身上的驱魔剑法了 他甚至都相信了陆成所说的话 结果现在陆成 还真的拿出了一门 能够克制魔器的功法 若是修炼了葬魔爵 以后就算是遇到了 拥有天魔之力模式 也有一战之力 纪秋玉这时候 看着陆成的脸庞 陆 陆成 这么珍贵的功法 你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陆成能够圣接功法 而且还是他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功法 那就证明陆成的身份 比他想象中还要不简单 纪秋玉内心突然充满了担忧 陆成一个这么强大的存在 一个傀儡的实力 就超过了他的本体 他真的会看上自己 又真的 把自己当做了道理 当初他还以为陆成 是某个王朝皇子 或者某个势力的天骄 所以不敢对自己说真实身份 是害怕有人会针对他 现在看来 他的猜测 还是太过于保守了 看到纪秋玉 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 陆成笑着说道 有些事情 我暂时还不能够告诉你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有不少万法镜的下属 这 拥有万法镜的下属 纪秋玉感觉自己的脑子 不够用了 万法镜 都只能够给陆成当手下 那陆成的真实身份 陆成不会是天机阁的阁主吧 纪秋玉干脆直接问道 不会是天机阁阁主吧 陆成扑子一声笑了出来 随后说道 你就别乱猜了 我可没有那么老 说不准 我的年龄 还没有你大 纪秋玉一脸狐疑地看着陆成 他不相信陆成这么强 年龄却反而比自己还小 震惊过后 纪秋玉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当初本来之是想要套套陆成身上的驱魔剑法 没有想到 居然遇到了一个这么强的存在 自己这是栽了呀 他不相信陆成这么强大 背景这么深厚的男人 会没有道理 也就是说 很可能他并不是陆成的第一个道理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是如今 自己已经和陆成确定了关系 再加上陆成送给了自己 圣街这样如此逆天的功法 今后他大带帅 就彻底和陆成绑定了 哪怕陆成有其他道理 他也只能够接受 想到这里 纪秋玉内心感到有些许的伤感 但是 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陆成有别的道理 就有别的道理吧 他只是一个普通修士 能够和陆成这样的存在 结尾道理已经很不错了 自己也没有必要要求太多 见纪秋玉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没有说话 陆成问道 怎么了 纪秋玉问道 陆成 你如实告诉我 你的道理是不是很多 听到这个问题 陆成愣了一下 见陆成愣了一下 纪秋玉再次叹了一口气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自己绝对不是陆成的第一个道理 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陆成并没有直接回答纪秋玉的问题 而是说道 秋玉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若是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 你觉得我会将圣接功法 还有藏魔绝传授给你吗 纪秋玉看着陆成的眼睛说道 我不管你有多少道理 但既然我们 已经结为了道理 那你就得为我负责 陆成立刻明白了 纪秋玉这是什么话 纪秋玉这是接受了 他有其他气切的事 随即陆成笑着说道 这是自然 别说对你负责 就算以后你想要离开我 我也不会放你走 你这辈子之 能够是我的道理 听到陆成的话 纪秋玉心里好受了不少 尽管他也觉得 陆成这是在花言巧语 但是他愿意去相信陆成所说的话 同时他心里也在安慰自己 就算陆成真的有一天抛弃了他 他也不亏 毕竟他获得了圣洁功法和藏魔诀 这两样东西任何一样拿出来 都是能够让紫阳世界天翻地覆的存在 第768章 各方态度 黑月城发生的事情 很快便传遍了紫阳世界 陆成轻松月 接杀死魔使这件事的目击者实在太多 所以根本瞒不住 再加上本来就有不少 势力听说了陆成拥有驱魔剑法 所以派了不少探子来黑月城打探情况 那些探子也目睹了发生的事情 还没到第二天 那些探子就将消息给传回了他们各自的势力 大楚王朝 朝堂上 楚皇坐在龙椅上 脸色苍白 脸上没有丝毫血色 这时候 大殿之上的大臣们也不敢开口说话 他们过去一直以为楚皇是一个废物皇帝 连大楚王朝的疆域完整性都没有办法维持 结果黑月城的事情曝光之后 大臣们这才发现原来是他们看低楚皇了 楚皇身边的国师居然是一个万法境的模式 并且 连血红方的方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不是因为陆臣这个更加逆天的存在 恐怕楚皇要不了多久 便能够将那些反对他的人全部清理掉 只可惜突然发生了这种事 这对于大楚王朝的那些大臣们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 但是他们并没有 因此就欢呼雀跃 因为他们意识到了 楚皇在藏桌 一个魔使 一直跟在楚皇的身边 那楚皇能是什么人 楚皇会不会也成为了一个魔修 甚至于是魔使 再没有外部势力 征讨楚皇的情况 大楚王朝那些大臣 那些分裂割据的势力 反而一下子老实了 楚皇扫了一眼朝堂上的大臣们 随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陆富城主替大楚灭了一个魔头 避免了大楚生灵涂炭 你们说朕 应该如何赏赐他 楚皇的语气里面 明显充满了不甘心 他虽然一直想要脱离 萧承化 那个老魔头的掌控 但是他没有想到 萧承化居然这么快 就被除掉了 关键是还暴露了 他是大楚王朝国师的身份 现在紫阳世界的所有大势力 恐怕都已经知道了 萧承化这个大楚国师 是魔使的事 说不定 接下来就有势力 打着灭魔修的身份 攻打大楚王朝 此时的楚皇 恨不得亲手灭了那个陆臣 当然他也知道自己 有鸡精脊梁 连萧承化这个老魔头 都不是陆臣的身份 他在陆臣面前 大概率也只有被杀的份 他现在很怀疑 那个陆臣 也是从紫萧王朝来的 紫萧王朝虽然在内乱 但是紫萧王朝过去 一直都比较关 新风魔禁地的情况 说不定是因为 风魔禁地的异动 引起了紫萧王朝的注意 所以特意派了陆臣前来 楚皇话音落下后 大殿之上的大臣们 依旧没有开口说话 整个大殿无比的臣们 他们也听出来了 楚皇语气之中的不甘心 以及对陆臣的憎恶 所以都不敢站出来出眉头 此时的大殿无比的安静 臣们连呼吸声都能够听到 大臣们的汗珠 不停地从额头往脖子里面流 过了不知道多久 才终于有一个大臣站出来 颤颤巍巍地说道 老臣认位 陆腹城主实力强大 又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 为大楚王朝 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 也为整个紫阳世界 做出了巨大贡献 礼应封王 听到封王两个字 所有大臣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这个大臣身上 人们心里不禁想到 这老家伙是真敢说啊 封王 没看到楚皇正在气头上 他的语气 明显是恨不得弄死陆臣的语气 你居然还说让陆臣封王 就在几乎所有大臣 都认为 那个提议封王的大臣 要倒霉的时候 楚皇却开口说道 郑爱卿说得有礼 陆腹城主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 确实够资格封王了 说到这里 楚皇对龙台下的太监说道 你指 陆臣实力强大 见楚皇居然真的给陆臣封王 大臣们都愣住了 不过很快人们就反应过来 楚皇并不是真的想要奖励陆臣 而是不得不奖励陆臣 奖励陆臣之 不过是做给其他王朝 其他势力看的 如今大楚王朝的国师 都是魔使了 那天下人肯定就会怀疑 楚皇是不是也和魔修有什么关系 陆臣既然身位除掉了魔使的英雄 大楚王朝就必定要有所奖励才行 要是没有奖励 岂不是坐实了大楚王朝皇室 和魔修的关系 奖励陆臣之 是向其他王朝和势力表达一个态度 与此同时 紫霄王朝 义正殿 身穿一身大红凤袍 头戴凤冠的南宫月华 坐在巨大的凤椅上 扫视了一眼大殿中沉默的大臣们 过了片刻之后 南宫月华开口说道 相信诸位爱卿 也听说了黑月城发生的事情 对于黑月城发生的是 诸位爱卿认为 紫霄王朝应该做些什么 话音落下 就有一个大臣站出来说道 既然大楚王朝的国师是魔使 那大楚王朝的皇室 必然也和魔修 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 臣认为 应该立刻发兵攻打大楚王朝 灭了那些魔修 避免那些魔修 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祸乱 臣也赞同秦将军的话 趁着魔修还没有给这个世界 带来更大的麻烦之前 我们应该早点出兵 而且大楚王朝和风魔镜的紧挨着 若是我们什么都不做 大楚王朝和天魔勾结 迟早有一天 会将天魔给放出来 到那时候我们在想出兵灭魔修 就未时已晚了 随后众多的大臣也站出来 纷纷表示要出兵攻打大楚王朝 不过南宫月华并没有 立刻开口说什么 他的红色眸子 扫视着大殿之中的大臣们 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 当他收到黑月城传来的消息时 和大多数人一样 第一反应就是震惊 他也知道 陆臣拥有克制魔器的能力 只不过他完全没有料到 陆臣居然能凭借个人实力 斩杀一个拥有天魔之力的万法禁魔使 他记得他上次去黑月城 看到的陆臣这才造化镜初期的实力 他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突破到阴阳镜 而且阴阳镜就能够阅杀死万法禁魔使 这阅阶杀敌也阅得太多了 这人真的只是因为体质比较特殊的原因 根据目击者所言 连血红方的方主 这就其他的妹妹都不是萧承化的对手 陆臣却能够出来就碾压萧承化 陆臣的对魔器的克制 已经到了这么恐怖的程度 那若是让陆臣对付天魔 效果会不会也这么明显 此时大殿上还在议论出兵大楚王朝一事 南宫月华回过神来后 开口说道 这个陆臣灭掉了一个万法禁的魔使 虽然他非紫萧王朝的人 但是他也算是间接为紫萧王朝 做出了贡献 诸位爱卿任为朕应该如何赏赐他 听到南宫月华的话后 大臣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出兵的事情都还没有讨论出结果 结果女皇却突然提出来 要赏赐一个不是紫萧王朝的散修 有什么好赏赐的 虽然这个散修确实为紫萧世界 做出了贡献 但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 而且 黑月城又不是紫萧王朝的地盘 这时候 一个大臣站出来说道 陛下 陈厅文这个陆臣身上拥有驱魔剑法 他能够凭借阴阳境的修位 斩杀一个万法境的魔使 想必也是凭借这套剑法 如今封魔禁地的封印已经松动 天魔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封印 陆臣的这套驱魔剑法对于 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要想再次封印天魔 必须要有这套剑法 陈觉得应该派人将陆臣 请来紫萧王朝 逼迫陆臣交出这套剑法 南宫月华冷漠地扫了一眼 这个提出要陆臣交出驱魔剑法的大臣 随后冷声说道 朕在让你们讨论 应该如何赏赐他 你却想让朕将他强行带来紫萧王朝 逼迫他交出驱魔剑法 你让朕逼迫一个 刚斩灭魔使的英雄 将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朕 你这是要陷阵于不义啊 话音落下 南宫月华身上的威压瞬间是放出来 那个大臣瞬间跪趴在地上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陈一新之为了紫萧王朝 绝无其他想法 南宫月华冷哼了一声 正要继续说什么 突然间 一个是女顶着南宫月华的威压 来到了凤台之上 在南宫月华的耳边 小声过了什么 南宫月华随即收起身上的威压 然后说道 今日朕还有事 你们回去写一封关于赏赐的折子递上来 紫萧王朝历来就是领导天下修士 对抗天魔的第一势力 别让天下人寒了心 话音落下 南宫月华直接起身 迈着步子 拖着红色的凤袍 离开了一阵殿 等南宫月华走后 大殿之中的大臣们这才缓了口气 不过 他们对南宫月华依旧非常不满 赏赐 有什么好赏赐的 一个伞修而已 就是 那人之不过是运气好 拥有一套驱魔剑法 若是我们紫萧王朝的士兵 也拥有驱魔剑法 或许同样 也能够斩杀万法精的模式 真是妇人之人 紫萧王朝本就是第一王朝 何必在乎天下人怎么看 老夫当初就说 女主正不合适 这些大臣 似乎完全没有将南宫月华放在眼中 直接在大殿 就开始议论南宫月华 此时的南宫月华 已经来到了御花园 御花园内的亭子中 坐着一个老者 老者端着茶杯 细细地品味着茶水 看到老者 南宫月华瞬间移动到了亭子之中 然后直接说道 不知道宫野阁主来我紫萧王朝 是为了何事 亭中的老者 正是天机阁的阁主宫野良鹏 天机阁又称天机楼 他们的主要修行之道 就是窥探天机 论整体实力 这个世界真正的第一大势力 非天机阁莫属 当然 天机阁很少参与世俗的事情 还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势力 只有到了紫阳世界 遇到特别大灾难的时候 天机阁才会整体入室 宫野良鹏 身为天机阁的阁主 亲自跑来面 献世俗第一王朝的皇帝 必然是有重要的事情商议 宫野良鹏放下手中的茶杯 随后抬头看着南宫月华说道 陛下可知 紫阳世界 即将有灭顶之灾 听到这话 南宫月华柳眉微皱 灭顶之灾 难不成封魔禁地的天魔 要突破封印了 南宫月华对天机阁窥探天机的能力 还是比较信任的 宫野良鹏身为天机阁的阁主 不可能没事亲自跑来自己这里骗他 既然他说了有灭顶之灾 那证明 接下来紫阳世界 大概率真的要出事了 南宫月华回过神来后 直接问道 难道天魔即将突破封印 宫野良鹏淡淡一笑 随后回答道 根据老夫的推算 紫阳世界的敌人 很可能比封魔禁地的天魔还要强大 南宫月华柳眉一昼 他还以为是天魔即将突破封印 所以这个世界将有灾祸发生 竟然不是天魔 而且比天魔还要强大 这怎么可能 难不成 南宫月华瞬间就想到了什么 什么万法进修士 他们是有能力打通世界通道 直接前往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他们很清楚 紫阳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世界 而且南宫月华也早就察觉到了 紫阳世界和某个世界相撞了 只不过相撞的位置在封魔禁地 所以紫阳世界的万法进修士们 也就一直没有理会 即便他们是万法进修士 他们也不可能跑去封魔禁地查探情况 虽然天魔被封印了 但是天魔依旧有各种手段 能够影响修士 若是他们贸然进入封魔禁地 很可能会受到天魔的影响 如果运气好一点 顶多修炼容易走火入魔 但若是运气不好 搞不好就直接被天魔控制 成为天魔的走狗 南宫月华随后接着问道 那个和紫阳世界相撞的世界是一个高等修真剑 只有高等的修真剑 才有可能产生超过天魔的强者 工业良鹏说道 老夫的推算显示 那个强者并不是来自隔壁世界 而是来自更远的地方 南宫月华微微一愣 不是隔壁世界的 来自更远的地方 虽然他对紫阳世界 在宇宙中的定位并不清楚 不过他也知道 紫阳世界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说 绝对之是一个不起眼的低等修真剑 他们世界有人离开过 也曾经有外来者进入过这个世界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不少其他世界的信息 据说连创造紫霄王朝的皇帝 都是从其他世界来的 所以南宫月华即便没有离开过紫阳世界 也知道紫阳世界相对于那些强者来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 一个没有价值的修真剑 怎么会吸引超级强者的到来 南宫月华陷入沉默后 宫野良鹏继续说道 陛下想必已经听说了 黑月城有一个阴阳禁修士 轻松斩沙万法禁魔使的事 南宫月华问道 是的 宫野阁主的意思是 内阁陆陈跟那位强者有关 宫野良鹏说道 天际阁很早就知道了 那个陆陈的存在 也知道他能够克制魔戒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就派人去了黑月城监视他 并且 老夫还亲自推算了他的来历 然而 说到这里 宫野良鹏停顿了一下 随后继续说道 然而 老夫每次推算他的来历 都会遭到天道的反噬 并且 他的一切都无法推算 就好像有什么在保护着他 再加上他能够克制魔戒 既然他都能够克制魔戒 那他背后的人 大概率也有克制魔戒的手段 所以 老夫判断他很可能不是紫阳世界的人 而是来自其他世界 也许他是某个强者 派来打探紫阳世界的人 听到宫野良鹏的话后 南宫月华柳眉再次一皱 脸上充满了忧虑之色 他当初就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人能够克制魔戒 尤其是在他亲自见过陆成后 他就感觉 陆成这个人都无比的诡异 首先 是他没有心跳 而且他的身体 也好像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 陆成见到他之后 没有任何的惧怕之色 要知道 他见陆成的时候 陆成只有造化镜的修为 一个造化镜的修饰 居然一点都不惧怕自己 这本身就非常奇怪 就算陆成背后是天机阁 天机阁的造化镜弟子 陷了自己这个紫霄王朝的皇帝 也应该有所忌惮才是 现在想想看 这个陆成的后台 恐怕更加的强硬 所以他才一点都不害怕他 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 此时亭子那边的无比的安静 宫野良鹏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南宫月华也陷入了沉默 天魔的事情都还没有解决 风魔镜地的封印就快要破了 结果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其他世界的入侵者 最关键的是 这个入侵者有可能比天魔还要更加强大 紫阳世界对付天魔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又跑来一个比天魔更加强大的存在 恐怕所有势力联合起来 都未必是哪个强大入侵者的对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南宫月华沉默良酒后 开口问道 宫野阁主打算怎么办 以宫野阁主的实力 想要带着整个天机阁 离开紫阳世界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万法镜的修饰 可以直接构建世界通道 离开所在的世界 而且天机阁拥有一些特殊的法阵 想要构建一个稳定的传送通道 离开这个世界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南宫月华早就觉得 天机阁和紫阳世界格格不入 它们根本就不像是这个世界的实力 南宫月华很早就怀疑过天机阁 其实也是从其他高等修真界来的 像天机阁这样的存在 想要跑路随时都可以 所以天机阁也没有必要管紫阳世界其他势力的死活 听到南宫月华的话 宫野良鹏淡淡一笑 随后说道 陛下多虑了 我们天机阁并没有打算抛弃紫阳世界 此次危机 我们天机阁会和紫阳世界的其他势力共同面对 南宫月华说道 当年为了封印天魔 整个紫阳世界的化神境修饰都倒下了 如今天魔即将破开封印 而且又出现了一个比天魔还要强大的存在 而现在紫阳世界还没有一人突破化神境 想要度过这次危机 恐怕并不容易 宫野良鹏说道 确实不容易 不过若是天魔和那个强者正面冲突 我们也不是没有希望将他们都封印 此话一出 南宫月华大脑正了正 这倒是 虽然天机阁推算的那个强者比天魔还要强大 但是天魔毕竟是天魔 天魔天生就是克制修饰的 若是他们两者正面冲突 很有可能两败俱伤 到时候紫阳世界的其他势力 就能够趁着他们都重伤的时候 同时出手将他们封印 要杀死一个比天魔还强的存在 确实不容易 但如果这是封印的话 他们也还是有可能做到 所以 他们也不是没有希望度过这次危机 之事 南宫月华说道 若是要让天魔和那个强者产生冲突 就要将天魔放出来 万一天魔不仅不和那个强者为敌 反而转过头来对付紫阳世界 那我们岂不是多了两大强敌 宫月梁鹏说道 那个陆臣能够克制天魔的天魔之力 若是陆臣背后的那人 也具备这样的力量 你觉得 那只天魔还会 站在他们那边吗 南宫月华想了一下 觉得有些道理 天魔本身就狂妄自大 他们怎么可能和克制 自己力量的存在结盟 他们害怕危险 必然会想方设法 除掉那些会威胁到他们的人 宫月梁鹏接着说道 老夫已经派人盯紧陆臣 要不了几年 陆臣背后的那个强者 应该就会现身 到时候 老夫希望陛下能构筑天机阁一臂之力 主动破除封魔禁地的封印 将天魔石放出来 南宫月华梅 有立刻回应宫月梁鹏的话 他陷入了沉思 若是真的存在 有一个比天魔还强的敌人 恐怕他们 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用天魔来对付入侵者 这是多么疯狂的想法 他们过去 都害怕天魔突破封印 现在居然要主动为天魔解开封印 万一天魔倒戈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绝对是一个更大的灾难 南宫月华确认道 宫月阁主今天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宫月梁鹏知道 南宫月华不会相信 于是说道 老夫知道 陛下不会轻易相信此事 不过根据老夫的推算 不出五年 那个强者 就会出现在紫阳世界 等那个强者降临 陛下就明白 老夫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那时候 陛下再做出决定 要不要和天机阁合作 解除天魔的封印 也不晚 宫月梁鹏离开后 南宫月华还 依旧坐在亭子的石凳上沉思 如果这一切 真的如宫月梁鹏说的那样 那他们 是不是真的要主动 破除天魔的封印 这也太冒险了 怎么会有强者 跑来入侵紫阳世界 这种低等修真剑 南宫月华想了很久 他最终打算 先派一些人 前往黑月城监视陆陈 看看陆陈有没有 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宫月梁鹏也说了 等那个强者来了紫阳世界 他们在一起 破除天魔的封印也不晚 那就等那个强者 来了紫阳世界再说 想到这里 南宫月华便开始拟址 击天后 黑月城 陆陈正在城楼上面巡逻 突然一个士兵跑来 对陆陈说道 副城主 有圣旨 陆陈直接对士兵说道 带路 很快 陆陈跟着士兵 来到了城主府 这时候负责船指的太监 已经在毕恭毕敬地 等着陆陈的到来 这次船指的太监 不像是上次那个那样 把圣旨丢下就跑了 毕竟陆陈可是一个 能够斩杀万法禁魔使的存在 这样的人 船指太监 是万万不敢得罪的 陆陈来到太监面前后 直接问道 听说陛下有旨意 太监连忙笑着说道 是的 陆父城主 说到这里 太监打量了一眼陆陈 结果发现陆陈还笔直地站住 似乎完全没有跪下阶纸的意思 太监瞬间又想到了陆陈的实力 于是也不再纠结 陆陈是站着还是跪着 他直接打开圣旨 开始宣读起来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陆陈实力强大 封阵北王 念完圣旨 太监将手上的圣旨 双手递到陆陈的面前 阵北王 恭喜恭喜 陆陈接过圣旨后 笑了笑 没有想到自己 在这个世界这么快就疯亡了 这近升速度 还真不是一般的快 此时太监说道 镇北王 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 老奴就先回去了 陆陈说道 好 公公慢走 陆陈话音落下 那个老太监 就立刻带着那些船只的小太监们 回到了非洲上 然后迅速离开了黑月城 等船只太监离开后 季秋玉来到陆陈的面前 陆陈 这下你的地位比我还要高了 陆陈扭头注视着季秋玉的眼睛 微微一笑 这种王位对于我来说 可有可恶 他都已经是皇帝了 已经是天成世界的主人了 这种王位有什么用 他一点都不在乎 见陆陈不在乎大楚王朝给的王位 季秋玉心里想到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陆陈连子肖王朝的皇帝 都没有放在眼中 这种王位他自然也看不上 这时候 陆陈突然说道 秋玉 我要突破了 我先回去了 话音落下 傀儡陈陈 便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季秋玉明白陈陈所说的 突破是指本体突破 当陆陈本体突破的时候 陆陈对傀儡的操控 就会减弱 所以陆陈会提前 让自己的傀儡 回到房间里面 不过 看到傀儡陈陈的离去的背影 季秋玉有些好奇 陆陈本体的突破 这么频繁吗 他记得陆陈昨天 好像才突破了一次吧 怎么又要突破了 他的本体修为提升速度 真的有这么快 季秋玉转念一想 陈陈一个能够 拿出圣接功法的人 他所拥有的修炼资源 一定是他无法想象的多 三天两头突破 对于他来说 或许并不是不可能 与此同时 陆陈操控傀儡回到房间后 注意力便回到了本体上面 此时 一个侍女在云仙仙的寝宫外面会报道 陛下 学月宫的仙周 已经陆续到达天晨事件 陆陈问道 那些仙周有没有什么动作 侍女回答道 没有 仙周之士停在黑龙圣地的仙周对面 没有任何举动 陆陈心里想到 云青叔应该不会继续找自己麻烦了 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还不离开 此时的陆陈抬起双臂 一把按住云仙仙的臀 让他不能够继续乱动 云仙仙缓缓缓抬起上半身 俯视着陆陈 魅眼如丝的眼神里面 似乎充满了疑惑之色 陆陈这时候说道 世尊 我怎么感觉世祖还没有死性 还想着将你给抢回去 云仙仙有气无力地说道 抢回去 我如今仙灵之体 已经被你破了 又被你各种玩弄 他抢回去 有什么用 无论是将他当作女儿 还是当作分身 他对于云青书来说 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如果是当作女儿 他都已经心有所数了 就算是抢回去 他的心也不会再弦跃攻 如果是将他当作分身 那就更加没有价值了 一方面仙灵之体已经被破 另外一方面 他已经失了身 若是和他融合为一体的话 那云青书起不是也算是失身了 云青书应该是不会这么做的 陆陈说道 若是他没有打算将你抢回去 怎么现在不还没有离开天成世界 听到陆陈的这个问题 云青书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不正好符合了你心中的想法吗 陆陈注视着云青书那张冰冷绝美的玉蓉 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仙儿又吃醋了 云青书冷冷地说道 你想什么 我难道还不知道 只不过可惜 他拥有化神经的修为 你恐怕没办法得逞了 陆陈说道 那可不一定 陆陈话刚说出来 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陆陈正要狡辩 只见云青书身上 散发出一缕缕寒气 我就知道 你是这么想的 我和他长得这么相似 难道你就非要再多增加一个 和我一样的女人 陆陈笑着说道 你不是说你是你 他是他吗 云青书冷声说道 你就是一个混蛋 陆陈正准备安抚云青书 只见云青书再次动作起来 云青书随后 又用命令一般的口吻说道 放开你的手 陆陈微微一笑 也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将按住云青书徒儿的手放开 任由云青书自己乱来 云青书再次俯身下来 堵住了陆陈的嘴巴 随后一边运转也学女工 一边亲吻着陆陈 这下两人的师徒关系 彻底被撕破了 云青书自己 也成为了云青书过去口中的 狗男女中的一员 以前云青书最看不惯的 就是陆陈的女人 放纵陈 认为他们只知道 和陆陈做那种事情 和畜生没什么区别 现在云青书反而成为了 最主动的一个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 云青书几乎都没有放开过陆陈 两人的修为 都已经到了万法境 不吃不喝几十年都没事 闭关上百年 那都是常态 两人勾结在一起几个月 也不会有什么不适 毕竟他们这 也是在修炼 不过这把云青书给惹恼了 本来他还想着找个机会 俯身在云青书的身上 打看一下陆陈的事情 结果云青书为了报复他 一直和陆陈勾结形苟且之事 虽然他一直在克制自己 努力让云青书这个分身 不要影响到他 但是时不时的 还是有一些奇怪的 感觉传到他的身上来 他自然明白 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 自己这个分身疯了 为了报复他 竟然愿意主动 变成陆陈的容器 成为陆陈的玩物 云青书也不打算继续拖下去了 他准备再次和陆陈好好谈谈 既然陆陈也是上古纪元的人 那他们也不一定非要为敌 虽然陆陈破了他分身的清白 但是他这个分身 原本就是打算 当作是女儿来培养的 也不完全算是他的分身 他就当自己 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陆陈 同位上古纪元的幸存者 他们应该考虑的是 如何再次度过宇宙的大劫 他苏醒得太晚了 如今这个纪元 已经过去了一半以上 大劫很快就会再次来临 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度过大劫 既然陆陈也是经历过大劫的人 那他一定有丰富的经验 两人完全可以交换 他们各自的经验 此时此刻 云仙仙跨坐在陆陈的身上 居高临下地注视着陆陈 依旧不让陆陈起身 体验过掌控陆陈的感觉后 云仙仙已经迷恋上了这种感觉 他感觉这个男人 已经被自己彻底征服了 当然 这只是他的错觉 就在这时 云仙仙突然大脑一正 原本紫色的瞳孔 瞬间变成了红色 陆陈本来抬手 想要摸了摸云仙仙的身体 结果刚一抬手 就发现 云仙仙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陆陈瞬间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陆陈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看到陆陈的手朝着云仙仙的身体摸来 云情书冷冷地说道 你们这是在逼本宫毁掉分身 陆陈连忙说道 师祖 这可不关我的事 是汐儿自己非要这么做的 你看他压着我 都不让我起身 我能够有什么办法 云情书面无表情地看着陆陈说道 以你的实力 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推开 陆陈说道 汐儿是我的娘子 她想要享受一下 身为她的夫君 我怎么能够拒绝她 我若是拒绝了她 岂不是伤了她的心 云情书直接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本宫不管你们在想什么 明日必须结束